我们来看这一题,如果抛物线方程式y等于s平方 与直线方程式y等于s交于ab两点 则ab的线段长等于多少? 有题目意思呢,抛物线跟直线交于这两个点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来解方程式 那么求出ab这两个点的坐标 所以呢,y等于s平方 那么跟呢,y等于s我们来解连一方程式 所以呢,那么都是y,意思也就说呢,s平方 那么就等于s 所以呢,一乘标准式,那么就是s平方-s等于0 我们来做因式分解 所以呢,提出s,乘上s-1等于0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得到s等于0 那么或者是s-1等于0,得到呢,s等于1 那么当呢,s等于0的时候,我们把它带回来 所以呢,我们得到y等于0 那么这是一点的坐标 意思也就是说呢,这一个点 坐标呢,那么就是00 我们把它认为呢,是a点坐标 或者呢,是s等于1的时候 我们也把它带进来计算y 所以呢,y是1 所以呢,我们再利用b点的坐标 那么就是呢,11 找到a点,找到b点 因此我们来求呢,ab的线段长度 所以呢,要来求呢,ab的线段长度 也就是呢,这两点之间来求它的长度 所以利用公式来计算 那么这个公式呢,就是1-0 得到呢,它整个平方 再加上1跟0相减 所以1-0,那么整个平方相加 所以呢,就会得到更好1的平方得到1 再加上1的平方得到1 所以相加结果,我们得到长度 那么等于更好2 所以题目呢,要来求ab线段的长度 我们计算结果来得到更好2 选项b呢,更好2 那么因此呢,选项b就是我们的答案 其中间,层上画的广段